今天早上預計要吃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冰淇淋大腐 店家整修沒開,慘念 前往第二家,舒暢雪櫻湯 魚湯一碗13000韓圓 雞蛋捲一條8000韓圓 這家雪櫻湯的份量很足 雞蛋捲也很大 我們不小心點了太多,吃得非常撐 這家魚湯好喝,推推 吃飽飯後前往今天的第一個行程 天空膠囊列車 媽媽,可洛洛 在外面找了一種花 可洛洛 哪裡 這個花要碰一下它會消失的花嗎 抵達南縣公園 搭膠囊列車的起點 我們有預約10點半的膠囊列車 坐上車後工作人員會幫忙照相 膠囊列車的移動速度不快 可以慢慢的欣賞美麗的風景 抵達青沙浦站 我們買了照片小磁鐵做紀念 先走到附近的鐵路平交道照相 聽老婆說這裡很像是灌籃高手的場景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接著走路到青沙浦踏石展望台 從車站走過來大約600公尺 要走進這個展望台 要先將鞋子穿上布套 展望台有部分的地板是用玻璃做的 可以直接看到海洋 Killy這邊這邊這邊 小心不要滑倒 好來耶 嗯可以 我也要 好來 我來跟鯊魚在影子 耶 OK 看完後準備坐海岸列車去鬆停站 列車的票是用VVP在青沙浦站先換好的 這個 都很多耶 好滿喔 那怎麼辦 沒有人要下車 那就只能站著囉 海岸列車滿滿都是人 只好站著 抵達鬆停站 接著走路到公車站牌準備搭39號公車 去基章市場吃午餐 韓國的公車是在前門刷卡上車 公車上人不多 後門刷卡下車 抵達基章市場 老闆開始叫賣 對 包含一隻2.7公斤的帝王蟹 跟一隻0.7公斤的小蟹 還贈送四個貝類 最後的價格是 十六萬五千韓元 好 OK 說好 謝謝 工作人員都有先處理好蟹殼 方便我們食用 螃蟹新鮮好吃 還有附贈一些小菜 煎餅跟蒸蛋 最後還用蟹膏炒飯 好吃的店家 推推 吃飽飯後在基章市場晃晃 順便照照相 接著搭公車原路返回鬆亭站 這次在起點站搭 很幸運的坐到第一旁 可以欣賞沿路的風景 抵達蘭縣公園 裡面有一家冰店還不錯吃 我們在這裡吃冰休息一下 接著來到X的SKY 這也是來福山壁房的景點之一 門票是使用BBP換的 搭乘高速電梯前往100樓囉 郭 Zeitungen 和 кол eous門 裡面有個驚悻玻璃天橋 哇 那邊看整個玻璃天橋 有了 很恐怖 100樓有恐怖 很棒 超棒 100樓 接著來到世界最高的星巴克 喝咖啡看風景 晚上我們搭計程車前往鑽石彎 第一次搭KIA的車感覺還不錯 坐起來很舒適也很安靜 抵達鑽石彎 這裡搭遊艇的票也是使用VVP換的 搭船上夜景去 搭船上夜景去 鑽石彎 鑽石彎遊艇是不錯的體驗 推推 搭計程車回到海雲台吃晚餐 今天的晚餐是吃未戰王鹽烤肉 有專業的服務人員幫忙烤肉 工作人員還直接幫我們製作一套 好幾棒 還爆本就能到達好了 回飯店前去西宇 買好吃的優格 好喝的香蕉牛奶 結束今天的行程